大家好,歡迎收看堅仔常贏數據 我是馬蕭蕭 剛剛這個星期一香港打比大賽 大至尊都不負眾望後想可以贏到今屆的打比 而我自己也去了葵聰的體驗店 去現場分享一些心意 期間也有些朋友原來也有看到堅仔常贏數據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回接下來星期三的賽事 我也是會沿用這四個角度 博蜘馬 另外有上次開最快末段的馬 還有當旺騎士和當旺練馬斯 這四個角度去選馬 如果你說過博蜘馬當中 上一次星期日有七隻的諾菲博蜘馬 再出可以入到Q 包括了常平常用 都選了給大家參考 另外有這隻艾利奧 這次有八隻的馬是上次洛菲博蜘馬 當中有六隻都在跑四四五五的名次 有勇準齊心、小神仙、尾翔一隊 運高百斗 另外美麗滿滿 另外保安威丁冠豪也有洛菲 另外川河首區 上次洛班也有洛菲博蜘馬 我們看看這隻的川河首區的表現如何 因為上次洛班 他就放黃智雲上去減榜 表現其實是一般的 因為似乎黃智雲也不是很騎得起這隻馬的後徑 這次就不同了 用大師傅、報民上去 蔡前如果你看看上面的表 雖然2月22日他曾經試過不良於行 但是其實在23、24日他都已經有操犯了 一定不是大師傅 蔡前大細閘試齊 草閘就是細閘 谷閘就是大閘 都是由報民親自去試 走勢也不錯 這次不是用黃智雲的 放了報民上去 在四班根本這隻馬就一定是超級的 所以這隻的駱菲博蜘馬 上一次其實也有很多駱菲 由五十六元 把到三十六元開跑 這次我想也要修復前室 所以這隻的川河首區 也優先會先選擇 好了 至於另一個角度 就是上次開最快末段的馬 如果你看回剛剛星期日 開最快末段的馬再出 如果在大賽日的成績 是相當好的 當然 遺數也很多 可能很多有實力或者有近跡的馬 都想在大賽日出手 但是 出來的數據 原來表現也不錯 你看到差不多每一場 都有一隻上次開最快末段的馬 可以進入前列 甚至乎第七場 第十場 都可以串到Q 和串到位置 這一點真的要記存 因為如果是開最快末段的馬 在大賽日再出的話 原來表現或者成績都頗不錯 至於接下來星期三 就不是大賽日 九場的跑馬地夜賽 但是也有很多近跡的馬 今次會出賽 例如第三場 北海道 上次其實在四班都是跑第三 現在又說跑五班 所以現在的平榜員 真的很鬆手 至於 加州得力 到了第九場 有兩隻 有三隻的馬 都是上次開最快末段的 包括了無限美麗 動日升和加州得力 無限美麗其實都 仍然是很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你說要一些賠率的話 我就會撐回這隻加州得力 雖然我在堅濟納馬精選上 都是選擇這隻加州得力 不過我覺得它這次的機會頗不錯 所以都在常形數據上 我也是推介這隻加州得力 給大家去參考 再說一次的項目 這隻馬其實在上季 三歲的時候已經有兩圈了 這季四歲 竟然的表現是有退步的 不過最近這兩場 已經是跑到1200 就有一個腳影了 上一場也是輸給一隻環雨風彩 今次就有拍草集 拍草集也是高東尼近期的殺手簡 高東尼最近有三隻馬去拍草集 都已經得了手 剛剛星期日 新鮮滾熱奶的加州動員 和加州得力同主的加州星球 和美麗奔馳 這隻加州得力 既然有拍草集 我相信高東尼也想幫這隻馬 今季贏回場去交代 所以在尾場我就會介紹這隻加州得力 好了 看完這兩個角度之後 也看了當旺騎士和當旺利馬斯 先看了當旺騎士 希威森雖然之前是停賽 吃白果 但是剛剛這個星期日 都真的相當厲害了 兩V2Q 都不讓潘頓贏打給專美 另外潘頓在大賽通常都零射起勁 都有三V3P 都成績相當好 今次都有幾隻實力馬在手 例如美麗第一 無限美麗剛剛也看到是開最快末段 大燈殿也是上松化 是超過 也吃過一層味 潘頓那些馬也值得留意 另外田泰安剛剛在星期日也有起碼 如果連同之前的兩個賽日 其實三個賽日加起來已經得到六V 今次他也有九隻馬 即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都全預約上陣 你說有一些馬其實未必是很好賺 例如幾多幅那些 未必是很好賺 也有這些馬是接手潘頓的座騎 例如怪獸騎兵 一支箭 精靈選擇 都靈勇士 都是潘頓騎開的 這一點也值得留意 另外第八場的美麗滿滿 剛剛在堅仔博實馬 即是上場諾菲博實馬當中 也看到這隻美麗滿滿在桌上 今次放了田泰安上去 似乎也有些想法 看看這隻美麗滿滿的操練情況 今次是會戴個開逢眼罩去出賽 而之前也戴了草叠 試了眼罩 其實也是有備而來的 看看這隻美麗滿滿在出道初期 都已經戴著臉孤的爺馬了 現在來到六歲 給一個開逢眼罩去刺激一下他 也有機會提升表現 而他今季的表現 你說他很好 那一定彈不上 但很差又不是 因為跑了八場 八場都跑了三至五名 上一場 無端端跑去放 都是輸半個馬位跑第四 如果再之前 留到最後 又是輸兩個馬位跑第五 用這麼彈性的跑法 都可以接近的話 這隻馬一定會在這個狀態中 今次希望這個開逢眼罩 再刺激一下他 提升多一點表現 已經是有機會 進入前兩名了 所以 既然田太空近期手風都順 希望排這個八場 可以找位的時候 順暢一點 可以再交到表現 好了 至於 最後一個角度 就是當旺練馬斯 當旺練馬斯 總之來說 一定是沒有人足夠這兩人 操縱了一點 都沒有人足夠這兩個威 希斯和高東尼 希斯之前就在3月20日起碼 其實到剛剛這個星期日 都加應高星可以贏到 已經連贏三個賽日 只是看這個表 高東尼更加已經是 長居 我們這個當旺練馬斯成績表的首位 剛剛也憑著加州動員 和桃花雲 也是起碼的 接下來高東尼 都有七隻的馬 會出賽 也說了呂建威 也在星期日 拿了三圈 現在和五彭治的 練馬斯榜 那個頭馬數字 已經是收窄到 單位數字了 只有九場的差距 接下來他就不是出了很多馬 但是三隻馬 都有點近跡 所以呂建威的三隻馬 都值得參考 當然 如果選馬的時候 當然是重視在高東尼 除了加州得力之外 那隻的三代童心 都值得留意 看看這隻三代童心 究竟這次是有什麼優點 搖身一變 也看看堅仔 塞馬一 看看第四場 這隻三代童心 其實都 上次的表現是挺好的 因為它是遇到一個慢步速 好 等一等 出回這個 來回賽職這一版 三代童心 上一次 你看到藍色 就代表是慢步速 慢步速來說 他沿途守在第九位 真是耗整以下巴道 所以難怪波仔 上次跑完之後都平擊他 山山來辭跑第四 馬的表現是挺好的 騎士的發揮相當一般 這次換人 放斑德禮上去 排在這一檔 應該可以守中間的位置 就不像上次那樣 那麼被動 那麼落後 這隻三代童心 其實現在來到42分 基本上已經是 就是 有競爭力了 就是隨時 如果遇到好形勢 就可以贏了 這次 撿到一檔 正正是有這個好形勢 所以呢 這個高東尼馬房 近期也都是這麼 就是那個氣勢 那麼當旺 都沒有可能跟他爭拗 這些未交代的馬 加州得力 上季就贏了兩邊 今季還未交代 三代童心 還未贏過 所以這隻三代童心 都會把機會交代 所以這一場我都會先選擇 好了 那麼四隻的心水 也都介紹完之後 也重複一下 這四隻選擇了什麼馬 近期 高東尼馬房 氣勢這麼旺盛 三代童心就先選擇 另外第五場 這隻的川河首區 上次都是諾菲博薩失了手 5.6倍 打到3.6倍 那裡都用了不少錢 這次用報民 在前大細集試齊 這隻的川河首區 一定要兼顧著 另外去到第八場 美麗滿滿 這次用田太安加上開蓬眼罩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一個突破 第九場 這隻的加州得力 上次他也是在做快末段 以及這隻的加州得力 這次用了高東尼近期的絕招 去彈草集 也一定要兼顧著 而且這隻馬應該會有些賠率 好了 四隻的心水 介紹完之後 也說了建制最新的優惠 有一個一加三的超級優惠 一代表兩年的雙年費 另外三就是加多一千元 就會送多三樣東西 包括了中港上網的數據卡 11.5吋的榮耀平板電腦 另外會多了這個鍵盤 這個優惠到三月尾 大家如果還沒訂金仔的話 也可以WhatsApp 和同事了解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集的堅仔上映數據 再跟大家分析過 拜拜